春暖花开,瑞瑞文丹又花陆续绽放了同时 午贺茶区的茶农也开启了追花模式 制作幼香蜜香茶系列茶品 茶农年阿端才刚清香出炉的幼香蜜香红茶 就已经吸引顾客闻香下马 一层幼花一层茶精的烘焙了45小时之后 制茶师傅年阿端最后用水分收尾这一招 让清香甘甜的幼花蜜茶完美出炉 春暖花开,文丹又花陆续绽放 瑞瑞五鹤茶农也开始抓紧时间 以新鲜柚花搭配鲜嫩的春茶精 烘制成柚花蜜香系列茶品 由于是春天限定 就已经有不少消费者温香下马来抢购 今年已经开始细细的在采了 今天像这样的好天气也要大量的赶快采收 但是花还是还没有说很大量的开 大概在预计三月二十的时候会比较大量 制茶技术精湛的制茶十年阿端 制作出的幼花蜜香茶品 香甜甘醇的茶汤带有淡淡的幼花香气 堪称极品 相当受到消费市场的青睐 像我已经做三批了 好像都比往年还要香 因为今年的蜜香红茶的品质更好 因为它需要的是这样的高温多湿 那我们的温度又有够 湿度又有够 所以小利液才也特别多 每年三月忙着追花 轰制幼花蜜香茶的年阿端表示 今年春天气候稳定 幼花蜜香茶系列茶品 预估将会有三千斤的产量 也欢迎大众一起来品名春天的甜蜜清香 记者时遇人瑞瑟采访报导 记者时遇人瑞瑟采访报导